戴着安全帽在雨中 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 立起码台风步步紧逼 新竹县长杨文科丝毫不敢松懈 亲自到场视察 情愚状况了解工作进度 早上看起来我们福口厢 已经清了4800公尺一半的目标 那我们后续还要继续来把它清掉 那这个整个福口厢状况 目前还不错 新竹下水道系统 目前建设总长度为114公里 市市区的主要排水干线 有关民众的生命安全 另外杨文科也前往国贝水门 参与水门起闭的演练 确保机组操作正常 我们的电动的水门的操作 是不是没有问题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同时我们也了解到 我们这个有几道的这个重力的水门 是不是这个可以完全的 把这洪水给排泄掉 台风即将来袭 县府也提醒民众 注意自家周围的侧沟 是否有预计的状况 有问题要及时跟相关单位反应 做好完全的防载准备 记者何孟谦 林玉婷新竹报导 乱和队 刀队